比赛地点,西斯坦丰前中心球馆比赛时间,2019年2月26日早9点,北京时间火箭队情况,30次胜25次,西部第五火箭队本次继织场阵继络20剩9次,并且接下来的9场比赛,小七场将在织场进行,火箭队上部下级横散的老鹰队,然而在此前的三个下级火箭队,均被老鹰队横散了。 火箭队昨天在课场战胜了勇士队,本赛季在喝东西这时,目前,球队取得了爱圣道夫的战绩。 塔克在过去的10场比赛中,场均只贡献4.2分,然而昨天比赛中,他贡献了18分。 塔克拉在昨天比赛中抢下了15个篮板,这是他本季季第12场比赛抢下至少15个篮板。 这比他整个上赛季的数据,已经多了一场。 保罗自从1月28日,收入回彼球队后,这是他首次连续两场比赛,至少得到20分。 并且他在昨天比赛中送出了17次助攻,这也是他在火箭队送出的最多助攻。 戈登在过去的17场比赛中,有8场比赛至少得到20分。 保罗自从火箭队打了14场比赛,有9场比赛,贡献了2双数据。 他指令生涯有11次场比赛得3上升。 他最大的惊喜,是开发出了3分技能。 哈登顶部捞伤和香波特膝盖残痛,对球队认为出战成疑。 老温队情况,20胜40次,跟队第12老温队过去的4场比赛二胜半次,战胜了狐狼队和泰远队。 输给了活塞的和尼克斯队,老温队各场证据为10胜22次。 球队的防守效率,排名联盟第28位,老温队失业联盟最高。 他们的二次进攻得分排名联盟第5,他们是破性失业排名联续第8。 大德能在终于莱恩队战胜太阳队的比赛中,贡献了职业胜养最高的六次分高,并且得到18分8个篮板。 贝基莫尔在对太阳队比赛中,投中了赛季最高的5个三分球,得到了23分。 克林,较产军贡献17.2分7.7次助攻,让他成为恩斌恩心最后季,即可产军至少17分7次助攻。 排名恩斌恩心胜利是第7位。 第二号,克林斯产军可以贡献19.1分9.5个篮板,他是产军至少19分9个篮板的八名球员之一。 凯文,赫尔特,左脚踝扭伸,荷曼艾斯,普拉姆利,左膝腾痛,今将缺席比赛。 统计数据,马龙还差三次抢断,就可以超过NBA民族卡尔。 马龙,他将成为NBA律师,抢断党第10位。